文强 没看见小智啊 怎么会啊 这里面我全都找了 没看见啊 我们明明看着他们进去的呀 是啊 而且 没见着他出来呀 就算我们没看见他 他应该能看见我们呀 这样 你在这里附近找一找 千万别走远了 就报警 别走远了啊 跟妈妈去找小智 整个游乐场都找了 就是没找到小智 对 我们刚从公安局出来 你放心吧 已经立案了 行 别太担心了 没问题 好 那先这样 小智怎么还没回来呀 这会不会有危险 不会的 说不定 一会儿警察叔叔 就会把小智送回来 你说这游乐园 它就那么大呀 小智这现在也懂事了 就是走失了 也会找大人帮忙的呀 肯定是胡莎莎 没拿到钱呢 不甘心 故意把小智带走 还报复我们 妈 话也不能这么说 难道她不知道 又管儿童是犯法要坐牢的 这可难说了 狗急了还跳墙呢 小智一向不喜欢胡莎莎 就算是她给她再好的东西 她也不会跟她走的 那不是她 那会是谁呀 这 你这迷药是不是下太重了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醒啊 没事 来 点气吧 别睡了 胆子也太大了 这绑架了个索实死罪 自己不要命了 还拖我下水 放心 这小子是尹家唯一的孙子 就算他爸敢报警 他爷爷男也不敢冒这个险 商业人就怕上报 他也不会告诉警察的 你确定 别的我不敢说 五十万块钱对于他们家来说 连根毛都不算 他明天会给的 我没心跳得厉害 不是好兆头 表哥啊 人无横财不负 马无夜草不菲 我再说 我只是为了拿回杀杀亏损的钱 就怕到时候钱拿不到 被公子抓了 你就不能说了好听的吗 我现在心里七上八下的 紧张得很 表哥 等我拿到钱 我一定不会亏钱 你只需要把他给我看好了 就行了 我给你打个电话 喂 喂 对 两位 小智在我手上 什么 小智被绑架了 王辉打来的电话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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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建平快 把我算了找回来建平 妈 你放心没事的 建平 王匪是怎么说的 王匪到底是怎么说的呀 王匪说上准备五十万现金 等他们电话 告诉我们地址 让你一个人亲自送去 我发现这个邦匪好像离我们家的情况非常熟悉 他不但知道小智的名字 而且 而且还知道你是开餐厅的 王匪说一定是胡莎莎 建平 赶紧报警抓人哪 为什么又是胡莎莎 为什么又是胡莎莎 你跟他到底做过些什么 王匪你冷静一点 没法冷静 没法冷静 你冷静 你要怎么冷静 小智被绑架了 不行 现在想办法要救小智你知道吗 我先去 我先马上去公安局 回来 不能去 要以小智的安全为主 不能报这个钱 如果要报警的话 对方要翻了脸 小智就没命了 对对对 千万不能报警啊 我孙子的生命安全要紧 妈 不报警还能怎么样 难道你按照他们说的做 给他们钱吗 他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他的小智能安全呢 妈 去哪找五十万啊 他们要的是现金啊 爸 那您说 您说该怎么办 先抽烟 走一步算一步 我现在就跟朋友打电话 喂 老王 老王啊 不好意思有事麻烦你 您那现在有现金吗 数目比较大 五十万 行行 没问题二十万也可以 好 老伯子 咱们家还有现金没有啊 那钱都放到原来地方了 那你去看看吧 我去看看啊 喂 喂老张您好 我尹建平 对对对 很久没见了 是 我有个急事想麻烦你一下 你现在有没有现金啊 当然越多越好 三十万 太好了 太好了 行行行 你赶紧给我送过来 我现在就用越快越好 对 怎么样 现在 是不是就等着绑匪打电话 通知我们地点 是 但我不同意你去 为什么 太危险了 可他们只明认我去啊 我必须得去 他们应该只是要钱 我不会有事的 我要钱 我不同意 我不放心要去我 我也得跟你一起去 你不能跟我一起去 我以为他们发现了小区 会有危险的 那也不行 我这一切都能解决的 哎呀你们别吵了 你看吧 这把痘痘吓坏了 妈 有没有带到的上面 上身 上身 上身就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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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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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哪里 我为什么在这里 他们是谁 好 哥哥哥别睡了别睡了 怎么了 小孩不见了啊 那怎么办 我们快逃吧 逃什么逃 现在逃的没钱了 好 你现在马上去给行医呢打电话 我拿到指定电话就给我送钱 谁 我去那儿等他 好快去 你 立刻带着钱到我说的地方 动作慢了当心你儿子的小命 我现在就出门 你告诉我地方 千万不要伤害我儿子 走 你干嘛停车 你下车 为什么 我不能让你跟我一起上去 如果绑匪看到的话 会对小致不利的 我不放心你一个人上去 这 我怎么能让你一个人上去呢 你能不能听我一次啊 现在小致在人家手上 下车 rifix 3 5 5 6 5 5 5 120吗 钱带来了吗 带来了 给我 我儿子呢 拿到钱 你就看到你儿子了 不是收好一手 交钱一手交人的吗 把钱给我 我不给 要不然我让你孩子身上 去飞小宝 你信不信 你怎么知道小宝的事 你到底是谁 给我 放开 拿来 放开 拿来 放开 有人来了 爸爸 爸爸 你在哪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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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 爸爸 爸爸 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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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小宝 爸爸 不要 爸爸 爸爸 你看 你能穿下去吗 快快到这部车了 喂 医生 什么情况 先别着急 初步判断没有内伤和骨折 但目前还不能排除脑部受损的可能性 还需要做一个核磁公证才能确定 医生 我媳妇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呀 这个目前还不是太清楚 得看她脑部的受损情况和区块 这样我先安排做一个核磁 怎么会这样 尹先生 我们在汪小姐收下去的地方 捡到这袋钱 请你签手 健平啊 这都两个小时了 这真急死人了 爸 妈 你们先回去吧 这边有我呢 有什么事我随时给你们打电话 这样也好 反正我们在这儿也帮不上什么忙 走吧 那姐平你辛苦了 小小姐 那我��의脑子 我带你把这下宫都赶了 我带你去家宫 我觉得你去家宫 我带你去家宫 你去家宫 那我再上忙 我带你去家宫 是生日快乐 好 我带你去家宫 我带你去家宫 搞什么化妆误会的 真别扭 这叫肠儿 是浪漫 你懂吗 你这个人走路 怎么横冲直撞的呀 不好意思 你没怎么样吧 周凯文 立方 你是贝贝 周凯文 原来是你啊 是我 看到汪清没有 我找他半天了 打电话都是关机的 我今天没有跟他联系 不过他答应你来的话 肯定会来 或许他已经来了 只是戴着面罩 大家没认出来而已吧 不可能 我认得出来 他选哪套衣服我知道 老板 总算找到你了 时间快到 周总啊 请您去开舞呢 我知道 带这两位贵宾去VIPC 你们慢慢玩 好 玩开心 请 请请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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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